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一顶历史 说起对联,人们总是津津乐道 对联在我国已经流传了上千年的时间 尤其在古代,对联更是受到很多人的欢迎 如果碰到一个十分绝妙的对联 很多人都会尝试去对下联 就算是对不工整也是其乐无穷 历史上对联高手有很多 谢靖就是其中一个 谢靖是有名的大才子 他自有聪慧,有过目不忘的本事 七岁时便通读京史,学富武车 是历史中著名的神童 长大后的谢靖更是才华横溢 参加乡市一举高中 后来更是官至内阁首府 又春访大学士 可以说他的名气无人不小 当官之后的谢靖有一次在宴会之上 另一大臣季刚看着谢靖矮小的小个子 就想挖苦他 借着酒劲想刁难谢靖 便开口说道 糖里水鸭,嘴扁脚短,脚嘎嘎 洞中乌龟,静肠可饮矮啪啪 谢靖如此聪明 怎能不知季刚只是在讽刺自己 就回了一句 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 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 这实在暗指季刚苟诈人士 根本肚里没有一点才华 只是靠六星拍马才坐上今天这个位置的 谢靖这骂人的水平实在是高呀 还有一个对联也很是有趣 上联叫做周瑜看小桥流水 一方面是在谐音说到小桥 而另一方面也是说到周瑜的爱好 可以说这真的是一个好对联 而下联更是被人对出来 一代英雄周瑜和小桥 可以说是这个上联是十分难对的 但是在我们聪明的网友面前 就没有难对的上联 很多网友很快就给出一个十分经典的下联 嫦娥与后裔摄日 其中嫦娥和后裔是两个人名 而且后裔摄日是一个神话故事 这个对联可以说是十分的公正 对联可以说是十分的公正 对联可以说是十分的公正